大家好,欢迎来到好久不见,我是约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投资世界中,稳定的股息收益犹如一座金矿, 让投资者在追求财务自由的路上更加稳健前行。 中性成长高股息00934正是这样一个工具, 不仅追求资本增值,同时提供了稳定而吸引人的股息收入, 让您感受到资产增长同时还能享受越越加薪的实质好处。 本系列影片将引领您穿梭于鼓励投资的迷人小径, 从基本原理到实战策略,从案例分析到专业知识, 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有效配置资产,以达到稳定而可观的收益流, 无论您是资深投资者还是出入市场的新手, 让我们一起,步步为营,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 本集影片资料日期为2024年1月4日。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00934的基本资料。 本基金追踪的指数是专为追求成长性和高股息而设计的, 其全名为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台湾上市上柜优选成长高股息指数。 这一指数的特色,在于精选那些在台湾上市且表现优异的公司股票,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既安全又可靠的投资选项。 00934为指数股票型ETF, 这意味着它主要投资于追踪特定股票指数的股票。 此类基金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和透明度高, 使得投资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基金的具体持股。 00934于2023年11月1日上市交易, 仅花费37个交易日, 就成为台股第七党规模突破百亿元的高股息ETF, 显示出市场的高度认可与信任。 在风险管理方面, 00934被评为R24等级, 这代表着中等偏上的风险级别。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前, 应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决策。 00934的年经理费为0.30%, 年保管费为0.035%, 这两者都保持在行业内相对较低的水平, 降低投资者的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 本基金配息频率为每个月一次, 让投资者能够享受稳定的现金流。 按照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经理公司将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日历日进行收益评价, 确保收益的公平分配。 00934将在113年6月30日进行首次收益评价。 关于00934的投资策略, 在范围的方面上, 主要投资于国内上市柜的股票及相关商品, 采用指数划策略来追踪台湾上市上柜优选成长高股息指数, 地球在扣除必要费用后, 投资组合的表现与标的指数保持一致, 面对市场变动, 适时采用最佳化策略, 以维持投资效率。 00934的追踪指数除了使用股利率、 流动性、周转率、 财务获利能力等指标, 更纳入成长及品质因子, 在除希望即掌握高股息领域外, 同时除息但即掌握成长股上涨潜在性, 筛选具代表性优质的成分股, 以其为投资人进行多元面向的风险把关。 关于00934的投资特色, 可以有机会参与台湾市场中具有高股息潜力的优质个股, 00934注重选股的透明度和逻辑, 寻找股息与成长兼具的标的, 同时确保投资过程的便利性和成本效益。 00934每年换股两次, 分别于4月以及9月调整成分股, 选股考量因子全面, 从市值、流动性、股息、 基本面以及最后填息能力皆有考量, 是台股市场中少数衡量因子较为全面的高股息ETF。 00934每个月配息一次, 由于二代健保课征门槛为每笔2万元, 因此00934的月配息方式, 可以让投资人在每月领取配息时, 更容易避开二代健保的课税。 根据现行规定, 当单一个股的单次现金鼓励加上股票鼓励超过2万元, 就会被课征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如果投资人持有00934, 每月配息金额通常不会超过2万元, 因此就不会被课征二代健保。 这里来做二代健保试算, 以每股15元的价格, 预估年化配息率达到7%, 这意味着, 如果持有一张股票, 每年可以预期获得1050元的配息, 这分摊到每个月大约是87.5元, 买月配息基金不仅仅是一种投资, 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方式, 它能够在资产增值的同时, 也提供稳定的现金收入。 而当我们的存股张鼠小于228张时, 将有资格免除台湾的第二代健康保险费, 这位投资者提供了额外的财务优势。 接着从产业配置与成分股来看, 由图中可见, 最大的单一产业占整个投资组合的47.36%, 这显示了00934的产业集中度较高, 其余的成分股则一次减少, 第二大成分股占比12.47%为电子零组件, 第三大电脑周边占比10.12%。 而表格中列出的前十大成分股中, 前三名分别为联发科的权重为7.17%, 联电为6.76%, 第三名联勇为6.61%, 到了第十名新帮则为3.43%, 整体个股集中度分散, 较不会被单一个股所影响绩效。 再来介绍主要持股的市场定位。 首先,联发科技在半导体设计领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主要专注于智能手机和家庭娱乐设备的 晶片设计,是全球手机晶片市场的领先者之一, 联发科以高效能和节能的处理器, 在高端市场与其他竞争对手竞逐。 联勇则是显示器驱动晶片的主要领导厂商,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显示器, 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联勇的技术创新在触控显示和相机感测器晶片领域 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日月光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半导体封装和测试服务供应商之一, 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以满足市场对于更小型、 更高性能封装的需求。 联华电子是全球主要的晶圆代工公司之一, 提供从地端到高端的晶圆制造服务, 联电以其高质量的制造流程和客户服务, 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瑞玉半导体在计算机网络、 多媒体和消费电子市场的晶片设计领域具有竞争力, 瑞玉以其创新的音频和网络晶片, 稳固了其在多媒体晶片设计领域的市场地位。 而最新美国10年其公债值利率开始下滑, 显示投资者对经济成长的预期可能正在降低, 同时对于未来可能的经济减速或政策变动有所反应。 与此同时, 外资在台指其市场上的期货空单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可能表明外资对于台湾股市的后市持悲观态度, 或者是在进行避险操作以保护其投资组合免受潜在市场波动的影响, 这样的市场动向通常需要投资者保持警惕, 并进一步分析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影响。 这里我们找了几项常见的问题来做说明。 一、对于出入股市者或小资族来说, 会建议将00934作为其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吗? 对于初学者或小资族来说, 00934可以是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因为它提供了分散风险和相对较低的投资门槛, 但考量持股产业相对集中, 无法完全规避掉某些系统风险, 建议在投资前详细了解其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 二、这档ETF在市场中的流动性如何? 买卖这档ETF是否容易, 且交易成本低? 这档ETF的流动性取决于市场上的买卖活动, 流动性高意味着买卖更容易, 且经理费仅0.3%, 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加上上市以来规模成长快速, 估计未来应该能持续具备良好的流动性。 三、这档ETF的过去表现如何? 它的历史收益率是怎样的? ETF的过去表现可透过期年化收益率和净资产值的历史变化来评估, 不论是配息或是资本利的, 获利来源皆为总报酬。 根据投信提供的资料, 00934的过往年报酬率达15%, 但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结果, 建议仅供参考即可。 四、对于小资族来说, 投资于00934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或风险? 投资00934对小资族来说, 好处可能包括低成本和便利的投资方式, 但也可能面临市场波动和特定资产类别风险。 五、如果市场环境变化, 例如利率变动或经济衰退, 00934可能会如何表现? 投资者应该怎样准备? 面对市场变化, 如利率变动或经济衰退, 00934的表现将依其持股结构而定。 未来可能会走降息循环, 有机会因为资金行情造成本一笔新的动态调整, 投资者应该保持投资组合多样化, 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持股比例, 以准备应对市场波动。 最后做个总结。 00934的投资机会包含下列三点。 一、持续的月度现金流。 每个月配息, 为投资者提供了固定的现金流, 特别适合希望定期取得收益的人士。 二、全面的选股策略。 通过复合多种筛选指标, 专注于50档有潜力的股票, 目的是确保良好的股息和资本的长期增长。 三、适当的换股频率。 一年两次的换股频率, 合理掌握趋势, 又不至于反应不够及时。 四、在假定年化配息率为7%的状况下, 当持股张鼠低于228张时, 可免扣二代健保。 而00934也需要留意它过度专注于半导体相关领域, 由于完全专注于电子产业, 可能会增加其面对市场波动的风险。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此, 如果对您有帮助, 欢迎帮我们按个赞以及订阅我们。 以上内容都是好久不见的个人心得分享, 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 也欢迎进入频道内有更多台股与ETF分享。 那么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